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欢迎凤凰卫视独家冠名播出 我是主持人Nanel 节目一开始一样让我们来关心本周的美股走势 周一股票市场继续上周的涨势持续上涨 道指收涨78点收入在26,062点 该指数盘中一度上涨226点 标普500上涨0.5个百分点收入在2886点 纳指收涨1.1个百分点收入在7823点 领涨的是亚马逊Amazon上周五 汤普宣布针对墨西哥的关税可能会永久推迟 他也在推特表示自己有十足的信心 在谈判双方达成共识以后 墨西哥会解决中美洲的移民问题 当天通用汽车和福特两家汽车制造商股价 也继续周五的涨势 周二股票市场小幅下跌 结束了上周开始的六年涨 公益板块是标普500跌幅最大的板块 下跌0.6个百分点 国防股Rytham下跌5.1个百分点 分析师表示如果这次标普无法刷新新高 将会被看作是负面的信号 股市整体仍然沉浸在上周美联储的降息信号 以及美国和墨西哥达成协议 避免关税的两个利好消息当中 GME的美联储检测工具检测 7月降息的可能性是78% 周三股票市场迎来了连跌行情 在芯片股的拖累下 科技股指数下跌 芯片股下跌的主要原因是研究机构 AberCore ISI的分析师表示 板块的反弹可能要推迟到2020年 下半年才会开始 周四看好迪士尼新串流媒体 Disney Plus的潜力 Morgan Stanley上调了目标价到每股160美元 消息也激励Disney股价周四上涨4.43个百分点 市场也传出重磅消息 脸书Facebook以及和Visa Mascar Paypal与Uber这些数十家公司签约 他们将会支持Facebook下周计划 推出的新加密货币 每家投资金额大约是1000万美元 而且会有财团来管理加密货币 以上就是本周的美股周报 欢迎继续收看CIX美洲华尔街的火线美股单元 我是主持人Nanel 旁边是一分析师 刚刚问了一下我就想笑 难道是我已经自带笑点了吗 那可以就是 Will老师 Brown老师很幸福的回国去度假 那正好我来顶班 所以Will老师今天一样要延续 Brown老师的风格 但Brown老师是美股金铜 你这个金铜的风格要延续吗 外形上是延续不了的 但是股票操作风格上还是要努力延续一下 对不起我笑了 短线 是Will老师内在的实力绝对是不输Brown老师 外在我就不提 好吧 好的好的 谢谢 那Will老师这边今天来跟我们谈的是科技股 对不对 两个 我们我呢找了两个动能股 然后呢 可以透露一个 另外一个呢还是得稍微藏一藏 好的 假的YP再说嘛 好 那你先讲这一个 这只股票呢 其实我也一直很有兴趣 因为老板很帅 我要怎么不注意 你记不记得有一次我们去纽交所 这只股票当时正要上市 是 对 记不记得 那时候我跟Will老师 我们那边还在那边先摸他的钟啊 就是他隔天他就要上市 然后我们前一天去参观了纽交所 这只股票就是当时 就两年前上市的Snapchat 是的 然后现在的话也是一晃 两年了 Snapchat呢 看下最近怎么动呢 两年以来吧 他也是气溢浮 尤其是在去年年底的时候呢 大盘大跌的时候 他也受了不小的这个创伤 但是一季度大盘一个微型的反转起来之后啊 Snapchat呢 就往上提 就是也有一个向上这个推升的动作 而且Snapchat呢 他本身原来跌下去之后啊 有了一点就是估值过低的这种迹象 那么最近一次业绩表现不错 现在的话 这两天呢 正好已经形成了一个向上突破的行情 他呢终于是把这个量能蓄积足了 然后呢 迎来了一个向上爆发一种机会 那么我现在呢 就会关注他在突破这个14块钱以后啊 往16甚至更高的位置去冲一下 那么这么一看的话 可能就有15%甚至20% 这样一个预估的上升空间 是一个比较强的短线好的这个动能股 是 所以魏老师你自己过去 这前段时间有布局Snapchat呢 我之前在他刚刚发布业绩的时候啊 其实动我一次 但是我想着Snapchat的业绩应该不会太差 因为当时华尔街已经把整个业绩预期打得很低了 结果一出来一看 Snapchat果然业绩预期好 结果一想 哎还可以 结果业绩预期之后往上顶了一下 就又落回去了 当时呢就是一看啊 这个蓄积积累的能量还不够 那就再等一等 对 还不够把它顶上去 那么现在的话 他已经形成了一个向上突破的行情 我们在我们自己的VIP里面呢 也已经跟我们的朋友做过提醒 所以会有朋友转过一轮了 嗯 就是现在是正在正刚刚入场 正在转这一轮 这样透露好吗 让别人一起分杯根 嗯 也可以 你要么也只透露给我啊 众人食材 众人食材火焰高啊 好 所以的确Snapchat现在是 大家可以关注的一只股票 对 而且的话就是他自己呢 近期呢有良好的业绩做支撑 就是这个还是有我自己的这风格 我一定要找这个 基本面 魏尔老师是基本面之网啊 就基本面要稍微稳定一些的 我才敢去放心的去往上走 是了解 所以这就是Snapchat SNAP 这个魏尔老师最近在关注股票 好那另外一只股票 你刚刚说不能透露 但你下节目一定要透露给我 你先讲一下 跟大家不透露代目 就是这个这个股票的话呢 跟Snapchat呢有点差别 Snapchat呢是他是在这个第一季度的时候 跌的比较 就之前跌的比较惨 处在底部往上弹的这么一个过程 而我最近发现这只股票呢 他是从这个高位走下来之后 然后呢 现在呢有了一个突破 原来下降通道的这样一个格局 这是技术上的一个走势 就是说哎 他突破了 有种说哎 从下降转成震荡 或者说回升这样一个格局 另外一个的话呢 这个公司啊 他是做这个支付的 这个电子支付 就是我们看今天早上 美国发的这个零售数据 尤其是涉及到电商这一块很好 嗯 就是说美国自己内需很足 而且现在你看这个亚马逊啊 或者说像这个呃 还有像eBay之类的 就这类电商的话 他们的这个呃 业绩增长速度啊 是要比传统的 这个公司要强很多 嗯 而且而且结合起来看的话 就是经历过两轮减税以后 美国国内的消费情绪呢 又比较好 是 内需又足 所以说这个时候 我就倾向于电子支付这一块 至少是可以看 尤其是 单买的多 付的就多 对 尤其是这支股票 手续费赚的就多 尤其是这支股票啊 它跌下来之后啊 估值上有了一点空间 就比如说我们讲这个 平时讲的失盈率 讲PE 是 然后呢有时候还讲这个失销率 就一看它跌下来之后 哎 估值上有点空间了 是 这时候搭配一个技术 意思就是说 其实估值还有更高的空间 对的 嗯 所以这支股票 你觉得有空间还会在涨 大概涨多少 我自己的话 从 如果说 从现在这个价格往上走的话 我自己 涨3%不用推荐大家 涨3% 但都是日内了 那我们就是日内 我们操作一下就好 要是涨 这个涨的话 基本上也是10到15 哦 是 所以跟Snapchink 这个动能的空间 差不多 嗯 而且我觉得这股 这个股票 方法比Snapchat还有安全 其实我挺 挺喜欢这个股票 两支股票更推荐哪一支 嗯 后面这一支 啊 难怪不讲 这个小贼 老贼 啊 这个还是小贼吧 还是小贼吧 是 这个毕竟得稍微小奸巨华一点 是 所以想知道这支股票怎么办 打800958861到WIP 是是 这边微信一样电话 那平常我们是打给Brenn老师 这次打就是打 Will老师推荐那支股票 嗯 可以可以 是 这个Brenn老师呢 推荐的这很多时候呢 就是动能 可能 比如说有时候 万一说你晚了一点 节目看完一点 可能弄完之后 两天到三天就消失了 已经过了 万一我选这个有幸 他除了短线动能之外 他能有个长期趋势出来 哦 那说不定还能再捞一捧 是 Will老师的意思是 他推荐股票 大家就算下礼拜五打来电话 也还可以买 对不对 说不定 我们是 我现在可不敢保证 下支我还能买 趋势不是一两天 至少是一个礼拜 两个礼拜的 对不对 OK 好我待会马上要买 可以吗 嗯 可以可以看看 其实 其实的话 这个在 在之前的时候呢 这个正好在YP里头 领我们欢迎 做过一轮阿里巴巴 这是 持有的股票 是 当时做过一轮 从150多 涨到160多 也是10%左右拿下来 对 是 那 可惜 现在阿里巴巴 暂时要稍微休息一下 是 是 那除了像 我们今天谈的这些 这两只科技股 还有 另外一只科技股 王者 我们刚刚美股周报提到了 他即将要推加密货币 就是Facebook 是的 那王老师你怎么看 这个连科技巨头 都要走进加密货币市场 您是比较保守派 比较看基本面的人 你觉得这样的这个未来 帮我们总结一下 其实就是 我对于加密货币 就是生产的一些币种 包括这个比特币 以台币 其实币种 我不是很关心 我关注的是 他背后所代表的这样一个区块链 这样的技术功能吗 对 因为因为就是币种这些东西 你可能比如说没有像我觉得 就是没有真正的央行做支撑 就是说他没有办法取代真正的虚拟 这个流通中的货币 但是说你说现在让比特币立刻去取代美元 也确实不现实 但是他的这个背后所代表的技术 尤其是涉及到这个信息保护 是我们有时候经常会谈一些这个算法 比如说他里面的哈希函数如何加密 然后这部分的话 那么这块区块链实际上是有优势 Facebook之前一轮大跌下来 其实大家都知道数据泄漏 对 这个之前 然后被盯上了 键条分析 然后呢 说达数据泄漏 现在被严家看管 被严家看管 这时候他推加密货币 然后呢 这个扎克伯格自己也反复强调要保护用户的隐私 所以说在这一块我就觉得 如果Facebook有自己的加密货币业务 他可在这个区块链上面做一部分 更进一步的这个研究的话 其实也有助于他之后 在这个个人信息保护上有个更好的拓展 所以这是为了安全问题所做的一步吗 不只是为了安全问题 同样也是他自身业务的一个拓展 具体的话呢 我们看下周二 就是应该是在6月18号 他会发布自己的这个白皮书 像包括这个摩根大通 这一系列投放在内的话 其实都挺看好他的自己的业务 而且现在这个Facebook呢 本来之前还有过要被这个发浪断调查 要拆分他的这种传言一出出来 所以现在这个时候呢 正好这个东西给Facebook提供了 也提供了很好的一个摆脱 一个解套机会 和解套的这样一种机会 所以说的话 我比较关注Facebook的这样一个动作 而且Facebook呀 你看他有这个很强的用户的接链的平台 光美国国内就有超过一亿 就是稳定超过一亿的这个用户 那么他比一些 比如说其他相对弱势的平台呢 就要有一种先天的优势在 所以到时候因为有用户群体的在 使用加密货币 会不会真的在加密货币的实用性上 Facebook能带出过去所没有一个新的境界呢 这个是我自己所希望的 而且我也希望他能够在这个加密货币 就是他的算法技术 能够和他自己的这个社交媒体平台的功能相融合 这是我最希望看到的这个事情 好的那我们下礼拜二威尔老师跟我们一起来关注 那同时在下礼拜的 每周华尔街的火线美股 一样也是威尔老师 相信会带来一样精彩的解析 再推荐新的股票 会吗 希望如此 好那以上就是本周的火线美股 待会广告回来 继续又是每周华尔街 千万不要走开